如何降低45%的老年痴呆风险 本期解读一下最新的权威文献 它是2024年柳叶刀发表的 这个杂志之前发表过12个 后天的增加痴呆症风险的因素 所谓后天的因素 就是我们得一个病 一般来说先天会涨一定的因素 后天会有一定的因素 先天就是生出来就会有的 比如说父母有没有患过痴呆症 这种遗传的因素 还有比如说像自己年龄很高了 或者说男女性别血型等等 这些是我们没办法改变的 我们关注的应该是后天的 可以调解的一些因素 第一个是在早年的时候 早年教育程度比较低的话 会增加未来痴呆症的风险 所以年轻人30岁之前 还是要多接受教育 然后中年时期要好好的保护听力 比如说不要长时间的戴耳机 如果工作在噪音环境下 要戴耳塞等等 还有这个是新增的 如果说你有些肥胖 或者说有做过体检的话 一般来说都有这个指标的 可以去关注一下LDL的指标 有没有小雨伞 要改善它的话 要从饮食锻炼上调解 还有第四个因素就是抑郁症 如果中年时期压力很大的话 会增加痴呆症的风险 他说贡献的大概是3%左右 还有就是体力活动不足 也就是说缺乏锻炼 痰尿病还有吸烟高血压 这些都或多或少的贡献了风险因素 然后在晚年时期有几个危险因素 包括像肥胖 过度喝酒 社交孤立 空气污染 以及眼睛出现视力下降 没有去矫正 比如说像白内障 比如说老花了不去戴眼镜等等 做好这些点 他认为是可以总体降低高达45%的 痴呆症的风险 而且譬如说一个人 他注定会得痴呆症的话 做好这些可以延缓痴呆症的发病时间 那做到这一点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不是已经有新药了吗 新药的价格很贵 那所有的东西都干出来的时候 价格都比较贵的 那你如果做好这些延缓了 那后面的价格降下来了 那就有机会使用上了 对不对 好的 这14条您记住了吗